哈囉,大家好,我是懷中 因為很多朋友啊,就是在看了我拍的影片之後啊 都問我說,我都是用哪一台機器拍的 然後呢,這台機器好不好用呢?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我在用的機器拍呢,主要是用 Osmo Action 就是它是 DJI 的 它,因為我才用這台機器來拍 所以我用鏡子給你們看看它 有沒有看它? 就是它啦,有沒有看到? 就是它,對 主要呢,我覺得它還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它 DJI 這個牌子 它第一次出了一個像GoPro這樣子的機器 但是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前鏡頭 前面攝影機,就讓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拍片子的時候啊 就是像GoPro,它只能從後面看到 所以你自拍的時候,你是看不到自己的 那像我現在呢,我在自拍的時候呢 是可以看到自己的 對,所以呢,這樣子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想說 GoPro其實取景是很廣的嘛 所以呢,說就算看不到自己 你一定都可以拍得到自己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你在拍片的時候呢 你能看到自己的話呢 對自己會有更安全感 你可以知道構圖是構成怎麼樣子 所以呢,就 不知道啦 當然可能GoPro 現在其實沒有 說不定到最後GoPro 8 就出了一個 前面可以觀看 看到自己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但至少目前現在 我在需要 就是這樣子的運動相機的時候呢 至少 DJI 出了這樣子的 就是規格給我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他的就是 因為是 他是第一次出這樣子的防水相機嘛 對不對 他的下 水下的話呢 可以下潛 裸機下水11米 是防水的 當然就是 我也沒有試過11米的 那我只是帶兒子去那種 就是一般的那種游泳池玩玩水而已 那如果有人要深淺的話 還是給他裝防水殼比較安全 雖然有人想說 我可能不會下到10米啊 我可能5米6米啊 但是 畢竟是裸機嘛 裸機還是要 小心一點是比較好的 那 至於我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當然我可能運氣太好了 我在使用這個相機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常會遇到就是 SD卡讀取 寫錄過慢 然後呢 就停掉了 那有時候停掉的時候 我可能是錄到一半的時候停掉 然後呢 我的檔案還在 他就是自動停掉 可是有時候呢 就是錄到一半 停掉之後呢 他的檔案是損毀的 等於說我自己的檔案是完全不能用 我之前就有錄過一篇 七分鐘 我錄了七分鐘 他說 SD卡寫錄過慢 然後呢 我在回頭看的時候 檔案損毀 我那七分鐘都白費了 這樣子 後來呢 因為這個問題 我那時候跑去就是 他們問 就是 DJI他們的代理商去問 說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他們說也沒遇過 不過真的假的 你們都沒遇過 我上網查 我也是查不到 後來呢 他們就幫我做測試 他們說 你運氣好 你的記憶卡有問題 對 我的記憶卡有問題 所以呢 他們這一次呢 我去給他們換 他們就幫我換了一個記憶卡給我 現在我就是用新的記憶卡在用 那希望不會再跑出這個SD卡寫錄過慢這個問題 不然我真的是快哭了 連續中兩次講這樣子的話 真的是欲哭無淚 那至於這一張的話呢 我問他說要不要回收 他就說不用 因為基本上 其實他就算留給我 我也不敢再用這張卡了 因為他常常會有寫錄過慢 弄到一半檔案存回的問題的話 我也是沒辦法用 但目前我在用這個機器的心得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啦 對 然後他們有送我一個小禮物 對 所以呢 我也還沒開過 所以現在來 拆箱給大家看齁 我第一次做開箱文 DJI 他們自己的東西 上面有寫 帆布包 非售賣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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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機包嗎 不是 欸 是購物袋耶 媽媽 你看 他是一個看起來很有質感的購物袋耶 對啊 你看 然後呢 整個袋子呢 有啦 有一個就是 很不明顯的DJI的一個 唉唷 有出一個還不錯的商品 很適合文青 好不好 然後裡面有拉鍊 可以放東西 喔 然後整個包也是就是用拉鍊這樣子 可以收起來的這樣子 好不好 齁齁 OK啦 謝謝他們 對 那主要我用 就是用這台機器 我個人是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因為可以看得到自己 然後呢 又可以下水去拍這樣子 然後可以拍很多 就是跟兒子玩水的畫面啊 那我覺得這個 他們接下來可能還會出一些套件 是我個人覺得不足的地方 例如就是看我們現在收音的問題 現在收音是很清楚沒錯 但是如果我是在大環境 人口吵雜的地方的時候 我在用這個機器的話 常常會收到很多周圍的聲音 那因為我常常剪接的時候 是用到手機裡面去做個粗剪 排一排就上傳 所以常常很多粉絲會跟我講說 欸你的聲音是不是太小聲 是不是可以把聲音調大 我有進電腦的話我可以去用後製把聲音給拉高 但是沒進電腦的話呢 我真的沒辦法去調大它的音量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請大家多多包容這樣子 因為DJI之後會出一個外接的麥克風 現在還沒有外接麥克風 所以到最後如果出了一個外接麥克風的話呢 我相信我這台相機應該會如虎添翼吧 會飛的好不好 好 所以呢我的介紹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說這台是哪一台呢 我就說DJI的Osmolation好不好用 我個人用完之後是蠻好用的 因為也很多演員看了我用這台相機的時候 也有考慮說想要買這一台相機 我是覺得蠻方便的 其實我覺得運動相機其實應該是差不多都大同效益 不管是GoPro還是說像現在這台Osmolation 只是現在Osmolation多了一個就是我們可以自己看到畫面 所以我現在在看你們的時候 我也是在順便看我的就是那個螢幕 然後知道自己在做的動作 或者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或者我有沒有出鏡有沒有 有沒有出鏡 我知道自己的size跟範圍在哪裡這樣子 對於身為演員的我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是更保險更安全 我自己在做起事情來的話 更有信心這樣子 對所以好用 相對因為我在買這個的時候呢 我也比價過很多 那我知道你知道我老婆就是知道 我是個很省的人 就算到處看到處比價 我還是捨不得買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既想要拍 因為這個其實不貴 我可能才一萬 目前一萬官方定價一萬兩千塊吧 他知道我想要這個東西 但是我又捨不得買 我真的捨不得花 對我來說一萬多塊是一筆很大的錢 然後那我又很想拍小朋友的一些 就是可以紀錄的畫面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用手機拍 用手機拍的話呢 常常有時候會遇到人家打電話來 然後手機容量不夠啦 這種狀況 那或者用手機拍的時候 有時候訊息來會叮咚 然後你就會聽到超大聲的叮咚 那我有用以前的相機拍 那個時候我是用 GF2 我用GF2在拍的時候呢 畫質是好沒錯 但是 它會有個問題就是 它需要穩定 不然的話我在走路之前 它會非常晃 用手機也是一樣 像這台相機呢 我在用OSMOVATION 它有一個電子穩定器 它等於是說 就是它自己會去修正 所以我們其實在走路 有時候其實看起來 就是我雖然是在走的在拍 但它其實是很順的 很平滑的這樣過去這樣子 當然如果它再加一個 就是三軸穩定器的話 會更好 等於說它電子有了一個 然後它這就是物理的 它又有一個穩定的話 是完整的 但我覺得它是在目前用電子的方式 我就覺得它已經很好了 雖然因為我之前是用手機拍 拍自己 所以說 對我來說 在走路拍的狀況來講 其實已經穩定很多了 是我可以接受的這樣子 因為DJI它本身是 我看到很多 它其實有出很多 像空拍機啦 三軸穩定器啦 三軸穩定器 架在手機上面這樣 架在手機上面 這樣子的一些設備這樣子 然後它第一次出這樣子 就是像我們DJI這種 就是房子的相機 它也有出另外一個 是Osmo Pocket這樣子 然後它也是小小的一台 然後它會等一點追蹤 然後它就是一個穩定器的 這樣小小跟的 很像那個 就是我們有時候帶的餐具有沒有 然後那個容器 一個小盒子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兩款都算不錯 這兩款我也有在選擇 那時候也有在看 然後後來我老婆就 佛心來的 就送了我這一台 然後呢 我為了要賦予她 神聖的任務 我就是每天拍 用心拍 大力拍這樣子 也希望各位朋友 多多的支持我的頻道 那今天跟大家 就是介紹我這台相機 如果喜歡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買這樣子 那記得多多支持我的頻道 我每天會拍更多不一樣的生活日常 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我是華爾忠 我大家下次見 Bye